乌节路 说到新加坡 肯定要提上这个地方 外国朋友落地新加坡 少不了到乌节路逛一整天 奢华的购物 动人的美食 无尽的娱乐 这个都是大家对乌节路的了解 但你知道乌节路也被称为 新加坡豪宅之地吗 我后面就是Ion商场 算得上是乌节路最好的商场 可是商场上呢 其实有一个豪宅 但这个豪宅不是每个人都想住的 为什么呢 今天侧名说房 就带你看看真正的乌节路 到底是怎么样的 乌节路是一个黄金地段 但不是每个乌节路的区域 都算是寸土寸金 今天我们来看看 乌节路最好的地段和房子 到底在哪里 那新路是一个使馆区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 只有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大使馆 附近也有很多 所谓的优质洋房 也是新加坡别墅当中级别最高的房子 乌节路的住宅分成两种 有地住宅或者我们叫做别墅 不然的话就是高楼住宅公寓 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是以永久地期为主 新加坡的房子其实有分99年和永久地期 只是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讲解 这两个区分的历史到底是在哪里 今天来到这个那新区呢 大家会发现这里的公寓住宅都不是特别高 这个楼层的高度都有一个限制 最多也是五到七层 主要是因为附近都是大使馆 不然都是这些非常高级的大别墅 因此呢政府部门对公寓的这个高度也有一个限制 可是能够住在哪新路的屋主呢 肯定说的是成功人士的1%吧 从哪新路步行7到8分钟 我们就来到阿摩路 科技公司老总 电影明星赵薇 内蒙首富 旺旺大老板 哎呀真是数不清 大家都想住在阿摩 我提的这几个明星呢 或者是知名人士 他们的房子都在阿摩路这里 听起来这里好像都是外国人 当然不是 新加坡最好的女校之一 莱佛斯女校之前的学府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附近也住了很多新加坡家庭 这可设计是学区中的学区 这里的住宅都是高楼公寓为主 别墅比较少 虽然处处都是住宅公寓 但是这里非常安静 想在乌节路闹钟取静 那新和阿摩路是理想的地段 平均的价格在新币4000 到5500一平方尺 也就是人民币20万一平米起降 说得上跟这里的别墅同样的价格 在繁华的乌节路 这里的房产选择应有尽有 从50平里的一居室 到500平的豪宅 选择不是问题 而是你要什么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我们找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找的不是完美的房子 而是适合自己的房子 乌节路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地段 但今天侧民说法只能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如果还想更多了解乌节路 到了新加坡 我们再一起聊 请不吝点赞收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